如果說今天我只單單點一個工 來一個師傅來到我們家 幫我解決一些問題的話 他們的薪水大概一天是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117Q 我是Valia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裝修當中 你都會遇到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就是公班 我們都知道公班分很多工種 不同的工種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那我們其實在新聞 或者是在論壇裡討論最多的 也就是公班的問題囉 爸好我們也會聽到裝修蟑螂 什麼是裝修蟑螂呢 那又要如何避免公班的溝通問題呢 今天我們就請到熟悉公班的秀 來和我們聊聊 我們歡迎秀 大家好我是樂劇空間的秀 那之前秀在他的頻道職人系裡面 有訪問過蠻多公班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到秀 來幫我們回答關於公班的問題 那我們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開小鈴鐺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階段當然是想要請秀 跟我們聊聊 其實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搞不清楚 公班有哪一些 OK 我們指的公班就是 販子可以完成家裡裝修的技術人員 那我們統稱為公班 我們在施工的話就是有 小的工程或是大的工程 那這些都不外乎從 拆除到泥座 水電 木工 油漆 系統櫃 鋁門 窗 鐵鍵 玻璃 衛浴設備等等的 那每一項的技術人員 那我們都統稱會叫做公班 嗯哼哼 也就是說不同的專業就要找不同的師傅來施作 是的 那其實這邊我們其實常常聽到還蠻多人說的一句話 就是說有錢就找設計師 沒錢我們就找同胞公班 這點我想應該多少有一點爭議吧 是不是想請秀來跟我們大家好好的解說一下呢 我覺得這句話不完全正確啦 好 找室內設計師呢 就像是我進去進到了餐廳 那他的整體的服務是規劃過的服務 那不論是從前餐到主菜到甜點 那他都是有完整的呈現 而找公班就像是我今天只想要吃蛋糕 那我今天走進了蛋糕點 只解決了我某一個部分的需求 所以這個兩個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蛋糕店也有很高級的蛋糕店 當然 所以說你得就是說 其實找室內設計師就有點像我買設計的專業啦 但如果我們需求很明確 這個舉例你就剛剛講 也許我只是想要部分的希望系統櫃進來幫我 完成一些我的收納需求的話 那我就其實可以直接找公班 這樣的一個概念是嗎 是的 單一的工項 那我今天就找公班 我覺得這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說今天 我這個空間可能會有很多個工項 可能有拆除啊 到泥座 到水電 到油漆壁紙 這個非常多的工項 是需要安排的 需要規劃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你找設計師是會比較合適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會變成是你要去安排 司座的細節跟他的時程的安排 那如果你覺得你有這樣的時間 你當然自己來也OK 那如果不行 那就找專業的設計師 去幫你解決相關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現在坊間啊 大部分其實找設計師的平台其實不少 可是說實在的 找公班的這個平台 可能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找公班啊 你有沒有建議到底要去哪裡找公班呢 其實在坊間上 慢慢的這一種的平台 有慢慢的越來越多的趨勢 可是我覺得現在目前做的最好的 應該算是Tasker 那Tasker它不管在種類或者是數量 那他們也算是大品牌集團底下的一個事業體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會是有一定的保障 除了你剛剛說的就是Tasker出任務 這樣的一個平台之外 那有沒有提供其他也是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消費者或是需求者去做選擇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業配我自己的東西 當然可以啊 但你這樣子我怎麼接啦 在樂聚空間選材的這個平台上呢 也有提供部分公班的項目 就像是木工啊 或是水電油漆系統會 這一類的公班都有在我們平台上呈現 可是目前的數量就是 公班數量沒有到很多 所以說其實他們都是滿檔的狀況這樣子 剛剛你提到了就是 當然有一個平台可以讓消費者選擇 可是我覺得消費者可能更想知道的是說 怎麼樣避免選到不好的公班呢 好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從資訊層面去講 當然如果這個公班它是有設立公司的 那設立公司時間夠久是可以插得到的 那相對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你在跟他討論需求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適時給你反饋 這樣做好這樣做不好 會是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是他的專業性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就是可能 他的最近有做了哪些案子 你可以去看的 你可以現場去看說 你做的這樣的狀況 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合作起來 可能信任度是相對比較高一點 你剛剛講他有一些就是 設立公司的一些許可證是不是 那在名字上面 畢竟跟設計公司可能還是有一些不同 那譬如說像裝修的這樣公班 他的公司行號大概都是以什麼樣稱呢 這沒有一定 他有可能就是只取名叫XX有限公司 或者是XX工程行 或者是裝潢工程公司 這都不一定的 或是裝修工程行這一類 也許如果我們有看到的話 其實就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他有沒有登記立案這樣子 因為通常設計公司都會寫是XX設計公司之類的 對工程公司通常會另外的提出來寫 那假設我們自己本身業主找了設計師之後 是不是就不需要跟公班師傅去做接觸啊 如果今天你找了設計師的話 那我就會希望你就單一的窗口就好 你不要找到很多個窗口 比如說我跟設計師講的 有時候又跟公班講了 有時候又跟設計師講 其實這有時候常常會產生資訊的落差 這樣都不太好 那剛剛講到的就是公班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統包跟公班間的關係 公班的話就是比如說木工就是木工 可是如果你要完成整間的木工的裝修 那我就會去找木工統包 那我要完成水電的裝修 就會找水電統包 如果要找油漆的裝修 就叫油漆統包 對 那如果單單只講統包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從木工到油漆到水電 你做全部的東西完成 那就叫統包這樣子 所以我舉一個例 假設我今天有裝修需求 我自己做設計 設計面我都規劃好了 我其實是可以直接發統包 來幫我完成所有的項目 是的 那設計師跟統包之間的關係 就有點像我剛剛說的那個角色 我是設計師 然後我請統包來做 對 如果是設計師的話 他們會分包 分木工統包 水電統包 或油漆統包 他不一定會找一個大統包 來完成這些項目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設計師會兼統包 有可能 對 我們應該有畫圖了 那個支線很清楚 主要是讓大家了解 設計師統包跟公班之間的關係 那回到我們的問題面上 就是說這個是比較實際的 公班的費用到底是怎麼計算的呢 那不同工種 他的計算方式會不會不同呢 如果說我們以木工來講的話 當然每個公班 他會些微有點差異 如果說今天我只單單點一個工 一個師傅來到我們家 幫我解決一些問題的話 他們的薪水 大概一天是在3000塊到3500塊 不論是在木工或者是油漆或者是水電 大概都是在這樣的行情上下 這沒有絕對 一個人一天這樣多少錢 然後就是3000到3500元不登 那這個其實前提是他不帶料 他不帶料 純工 他純工而已 明白 工資 那我們也常常聽到工程報價是連工帶料 那想問你就是 連工帶料的計費方式會不會很容易被騙 還有付費方式也是各家不同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再多分享一些呢 OK 那以我做工程的經驗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連工帶料是最沒有爭議的做法 那為什麼說最沒有爭議呢 比如說我要完成一組櫃子 那他可能是寬度240公分 高度是240公分的8尺櫃子 那你其實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跟他說 完成這組櫃子多少錢 然後細節是什麼樣 用了什麼樣的材質 你要跟他討論好的東西叫做 細節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你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到 你完成這件事情多少錢 這就沒有被騙的問題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會想要覺得說 我就直接發工啊 我自己買料啊 你平常心說你覺得這樣真的有比較便宜 我覺得這是非常花時間 你要承擔的風險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承擔公訴的風險 假設他今天很沒有效率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完成你的規則 第二個他在使用板材的時候是沒有效率的 他也很浪費了你的材料 那你或許會覺得說 我好像省了一些錢 可是事實上你要擔心的事情更多 風險更大 那請問一下在付費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付費有沒有一些什麼規則 其實我覺得付費的沒有一定的規則 那我們來講這個市場上大部分的做法 通常會分成市企 就是一開始的30% 30% 30% 跟最後的10%的驗收這樣子 可是這沒有一定 這完全是取決說 你跟公班的信任度到哪裡 如果你真的很信任他 你一開始父親也無所謂 如果他很信任你 他也可能到最後才跟你收 其實我們一般走設計公司 都會有設計約 那是不是在公班的這個領域當中 其實走合約這件事情比較少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真的需要 你有沒有一些什麼比較好的建議給大家 怎麼去保障雙方的一個權益 好 如果說以政府的話 他們會有公版的合約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除了那合約以外 你們在溝通的內容 是不是有詳實的記錄下來 然後去雙方彼此簽名說 我就是確定要用這個材質 這樣的施工方式 多少時間內多少錢把它做完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的狀況 又是你剛剛講到的一個公版合約 也許看是公班是否願意在我們的 協議內容當中 把這些協議內容 調列式的放到公版合約裡面 是的 或者是我們業主自己本身勤勞一點 我們自己來做這個協議的內容 然後完之後雙方去做這個合約的簽署 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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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再問一下就是說 有一些業主他會在意施工期間的時候 他會想去看一看進度 那這樣的一個時間上 多久監工一次其實是比較安全 基本上如果說你很擔心的話 你要每天去當然都可以 不過我們大致上分做幾次去做探討 那就是在施工前 我們現場先去做放樣 因為畢竟在圖面上的尺寸 你跟你實際所感覺的尺寸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放樣完 我們可以去看說 這個尺寸合不合你用 是不是你生活型態裡面的東西 OK 那我們放樣完之後 這是第一次嘛 那我們放樣完之後 那中間他們可能會開始立了骨架 立了骨架你會看說 立骨架起來的感受度 是否是跟第一次的感受度是一樣的 那你要調整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再去做調整 那如果你確定這個部分是沒有錯的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三次 封板完成 然後去做表面的這些材質的貼面 你可能貼了木皮 你可能做了油漆 你可能做了壁紙 去檢查說這些完成的項目是否是夠你需求的 或者是說你的燈光的配置是有足夠你使用的 大概就是這幾個項目這樣子 所以其實次數是看個人 次數是看個人 但是公辦也不能拒絕你不能來 對不對 是是是 明白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 妳前期又要跟他講好 因為不然他會後續就會有多餘的費用產生 明白 那我們如何避免就是譬如說我們去 驗工的品質的一些爭議呢 這個部分我們去針對幾個部分去做探討 第一個當然就是設計層面 設計層面就是 這些尺寸的使用到底是不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細節 細節的部分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邊的做法是不是我喜歡 這邊的收編是不是我喜歡 這個弧線這個菱角是不是我喜歡的 如果在工法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在施工之前就請工班 提供他的標準的施作方式 可能溫冷氣我的標準施作方式是什麼 我水電我的標準施作方式是什麼 我木工標準施作方式是什麼 或者是說你可以上網去找說 網路上有別人是這樣做 那你這樣做O不OK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你都可以先探討起來的 那再來就是在材料的部分 那材料其實有太多種材料 那可以在這個施工之前就先討論好 因為材料的顏色 它的觸感 溫潤的程度 最後呈現的樣子 你都可以在施工之前先去做討論 那這個在後續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OK 我覺得剛剛秀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驗你的工程狀況 其實已經告訴大家四個步驟 就是從設計面 細節面 工法面跟材料面 我覺得相信這四個 如果你有記住這四步驟的話 你在驗工程內容的時候 應該就是大致上都比較沒問題的啦 今天真的很開心 邀請到秀來幫我們解答 關於工班的很多細節的問題 大家知道嗎 秀在樂劇空間選材 這個YouTube頻道 也有訪問各種工班喔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工班細節的話 你可以到他的頻道看看喔 記得訂閱一下 我們樂劇空間選材的頻道 OK 我們一本身去Q&A 下次見 拜拜 好 謝謝